苏小姐 苏小姐 你今天真漂亮 听说顾总回国 就是为了要和苏小姐 尽快结婚呢 顾总是业内新贵 现在身价千亿 跟苏小姐真是狼才女貌 苏小姐在娱乐圈 也是锋芒毕露 相信顾总回来 苏小姐的娱乐事业 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顾总 韩静又回来了吗 顾韩静 我们分手吧 嫦嫦 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你跟我说好不好 我敢 我一定敢 你别跟我分手好不好 你要看清楚现实 我们夏家 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 你还戴着我们的定型戒指 嫦嫦 你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 好了 露露露露露 快去给苏小姐敬杯酒 苏万万一向不喜欢我 我去了你没什么用 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扫把心 在娱乐圈里得罪苏小姐 你就等着被封杀吧 谁叫你这个贱人出现在这里 苏小姐别生气 我是特意带宋领来给你赔礼道歉 今天你好好教训教训他 解解气 解气 好啊 宋领 你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 我就放过你 苏小姐为什么要一直针对我 谁让你长得跟那个死去的贱人一样 晦气 七年前 我和苏万万是最好的朋友 那 那时候 好不好看 我还不叫宋灵 你送我的当然好 叫夏暖 而我的父亲夏神 是影坛最年轻的大满贯影帝 在这场获得影帝大满贯的最高领奖台上 父亲身败名列 那谁要你陪我一碗 这个女主子就是你的 夏老师 我 我真的不行 不久之后 父亲民下的夏氏影业 也被查出阴阳合同 请归子女一人 夏氏倒闭没多久 父亲横死在监狱里 母亲 也在当天一把货 烧了夏家 我 我本来也会死在那场大满 妈 妈 走 妈 从那天起 死去的是夏暖 活下来的 是死 苏小姐 给我走到门口了 赶紧滚 你不配出现在这 别来赠了我的眼 韩靖哥哥 你终于回国了 韩靖哥哥 你认错人了 他不是夏暖 夏暖早就已经死了 回不来了 顾总 第一次见面 请您放开我 韩靖哥哥 里面的宾客都在等我们 我们先进去吧 上日新贵 顾韩靖 归国 与苏家大小姐不日晚婚 顾韩靖 为什么还留着当年的情侣戒指 这么多年过去了 难道 她还放不下吗 对不起 韩靖 当年那种情况 我只能狠心骂你离开 奇怪 你和苏小姐说什么了 她竟然让你进族给她做替身 料你也不知道原因 总之啊 你好好给我表现 别再让我失望了 能给苏小姐做替身 也算你祖上积德 顾韩靖 等我搬到苏家 我就像你坦白一切 等我 顾总 所有搜集资料表明 孝小姐 已经死在当年虎灾中 苏氏影业的宋林 她是什么人 资料显示 宋林是五年前 被苏氏影业招募的演员 因为长得像夏短 就职期间 一直被苏婉婉打压 顾总 她不是夏小姐 小短 所有人都说你死了 但是我不信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王丸姐 你这么讨厌宋林 为什么还要让她当替身 因为有趣 夏暖 当年我还没有开始折磨你 你就死在火灾中 既然这个宋林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那就让她代替你 继续受罪 来 全场休息三分钟啊 准备拍四纲一中场戏 女主落水 替身来了没有 苏小姐 感谢您啊 让宋林做您的替身 这可真是她的荣幸啊 谢谢苏小姐 宋林啊 这场戏一定要拍得唯美 我要那种咖瑞王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升格拍摄 慢镜头 对啊 一会儿落水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脸露出来啊 知道了导演 那我先过去了 好 让宋林上来 导演 刚刚效果怎么样 导演 潜水区看起来太假了 深水区的角度 好像更唯美呢 对对对 苏小姐说的对 宋林 去那边重新拍 看见了吗 我让你怎么演 你就得怎么演 在苏氏影业 我说的话 就是圣旨 苏小姐说什么 我都会照做 你怎么那么贱啊 为了火 脸都不要了 只希望苏小姐 能够给我一个火的机会 那就要看我心情了 毕竟 在苏氏影印 我能让你跑五年的龙汤 就能让你跑一辈子 好了 各部门准备 平安 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了 救命 导演 是不是唯美多了 对对对 宋林 就是这种感觉 很好保持住 救命 救我 救命 救我 要到此为止了吗 要死了吗 平安 妈妈 孤安倩 对不起 刚刚是谁跳下去了 好像是顾总 你说什么 韩金哥哥 你怎么来了 他将宋令不是夏暖 夏暖已经死了 放开 韩金 你回来了 我好想你 我不是泥水了吗 世事救了我 幸好夏暖还在 夏暖 当年为什么假死 顾总 我不是夏暖 你认错人了 你明明就是夏暖 为什么不敢承认 夏家没了 当年高高在上的公主 如今净了成别人的文物 对不起 你的台记呢 怎么可能没有 什么台记 顾总 我都说了你认错人了 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相似的两个人 诶 诺诺 这里怎么了 这是我的台记 如果有一天我走丢了 你要凭台记找到我哟 顾总 没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儿的话 你还是走吧 我很感谢你今天救了我 你就这么想跟我撇清关系啊 你是苏小姐的未婚妇 再不走的话 我怕明天的新闻头条 会是顾苏联姻破灭 没有我的允许 没有人敢报道我的消息 是啊 顾寒金已经不再是需要我庇护的小男孩了 你还是快走吧 我怕苏小姐会找我麻烦 在影视群 我能给你苏氏 给不了你的资源 你要在我身边 做我的情人 奶奶 韩清 韩清 对不起 当年苏家派人追杀我 我好不容易假死逃离 却在这个时候 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不得不独自一人隐心埋名 艰难地生下孩子 这个孩子会成为苏家人控制我的把柄 为了复仇 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孩子的存在 这个孩子是我的全部 顾寒金 这是我二十五年以来 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我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他 我逼你出国 但也为你生下孩子 我们早已两不相亲 此刻 我是为了复仇而活的宋礼 不再是温室礼的下暖 求你 不要再牵迟到我的生活里 你哭了 我 我没有 做我的情人 委屈你了 顾总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说 你本就是夏暖 顾总 如果我承认我是夏暖 你会给我更好的资源吗 我请告你 不要用这张脸书这么下贱的话 夏暖根本不会说出这张话 她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顾寒金曾经非常爱我 可惜 我已经不是下暖了 吴总 对不起 做好你的金丝雀 这才是你唯一的礼物价值 老爷 夫人 苏小姐 跟踪宋礼的人回话 她整个晚上都在顾家 什么 宋礼这个贱人 哎呀 那顾寒金 不过是看宋礼和夏暖 长得有点像罢了 一个赝品 值得你动这么大的火气 对呀 青年前是夏暖 青年后是宋礼 顾寒金 你什么时候可以正眼看看我 文文姐 你找我 宋礼 我还真是想瞧你了 这么快 就爬上了顾寒金的床 文文姐 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别用这种表情看着我 我觉得恶心 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 你长得很像 我死去的朋友啊 那你又知不知道 你长得有多像他 我就多恨你 宋小姐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我 我以后在公司 尽量避开你 你勾引顾寒金 爬上他的床 现在才避开 有用吗 我没有勾引他 都是因为有这张脸 你说 我要是把他刮花了 你还怎么勾引我的男人啊 宋文文 你在干什么 都是因为有这张脸 我觉得恶心 我要是把他刮花了 你还怎么勾引我的男人啊 宋文文 你在干什么 宋灵想要伤害我 活在自保 韩金哥哥 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伤害他 宋文文 我有眼睛 不需要你来告诉我 你要带他去哪儿 宋灵现在是我的情人 宋文文文 打稿 也得看住 夏暖 你是个贱人 都已经死了 还一魂不散地给我抢男人 宋文 你给我等着 我要送你去见夏暖 晚上 陪我去参加一个晚宴 你应该去找苏小姐 她是你的未婚妻 听话 是情人的第一素养 顾总 你怎么亲自来了 给她换个衣服 再做小造型 你们店里面 有没有金色的礼服 把最贵的礼服拿出来 作为顾总的女伴出场 我要艳牙群芳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夏小姐 这件是今年最新款 全球只有一件 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制的 金色太张扬了 我不喜欢 我觉得还是白色最适合我 你觉得呢 韩金哥哥 您看这件怎么样 这是本店的今年款 可以 难道 它真的不是夏暖 暖暖不会这么张扬 顾总的未婚妻 不是苏家大小姐吗 怎么现在又陪着 别的女人试穿衣服了 哎呀 娱乐圈乱死了 里面这个 是个十八线小明星 也不知道用什么 下三滥的手段 勾搭上了顾总 藏什么呢 拿出来 藏什么呢 拿出来 这霞高 补补装而已 作为女明星 也是要注意下形象的 这年头 一个跑龙套的 也敢称自己是女明星了 还好 没被发现 大新闻大新闻 顾氏集团总裁顾寒金 归国之后的首次露面 身边的女伴 居然不是苏家的大小姐 苏婉婉 顾总身边的这个人 从来没有见过 是娱乐圈的新人吗 婉婉姐 记者们这么热情 您的福气都在后面呢 快看 苏小姐来了 苏小姐 您未婚夫归国后的 首次露面 身边的女伴却不是您 您对此做何解释呢 苏小姐 您和顾总之间的婚约 是否作数 你们之间的感情 是否有问题呢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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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苏婚约疑次作废 别一家话 沦为笑话 去公司 爸 怎么了 婉婉 顾韩金欺负我 发生了什么婉婉 今天是韩金哥哥 第一次回国两下 但是他居然带着 宋玲那个贱人 出现在记者面前 爸 帮我弄死宋玲好不好 宋玲是谁呀 就是他 夏暖 不可能 夏家突发大火 夏家母女 横死家中 架势彻去不如 不能啊 夏暖已经死了 爸 他不是夏暖 他就是跟夏暖 长得像而已 他家宋玲 是我们公司 几年前签约的艺人 一个艺人呢 嗨 乖女儿 想怎么做 爸爸听你的 爸 那你去帮我 跟韩金哥哥说说 把我们的婚期 提前好不好 他最听你的话 好说 顾寒金最听我的 没有我 哪有今天故事集团 这么愿意当情妇 是你妈没教你 什么叫廉耻吗 你再说一遍 婉婉说的没错 你就是个孤儿 从小到大没人管 才会不知道 廉耻是什么 不要你 放开我 顾总 宋玲跟人打起来 你在什么 一见完物罢了 没必要多回公司 滚开 滚开 又见面了 美丽的女士 陆总 我手头依然可多了 有机会 希望能跟您多合作 这位是 宋玲 宋玲 来 这呀 是咱们公司的 最大投资人 陆总 陆总你好 我是宋玲 宋玲 宋玲你好 我是陆冯川 陆总 怎么样 好看吗 苏婉婉 我跟你苏家 只是合作关系 没必要回答你吧 我只是奉劝你一句 别看不该看的人 这贱人 可已经爬上 顾寒金的床了 你不是也想爬吗 没爬上 恼羞成怒了 陆冯川 你为了一个外人 得罪我和苏家 就不怕陆家 受到牵连呢 牵不牵连 都是我陆家的事 关你屁事 你 全场休息三分钟 准备拍十五纲一中场戏 宋玲 你过来 我渴了 你出去给我买杯咖啡 好的 苏小姐 剧组一百多号人呢 一人一杯 听见了吗 我一个人可能拿不回来 那就多拿几汤 反正你也是一个没什么戏份的小配角 忍一忍 只有带的苏氏 才能得到我想要的真相 知道了 这就去 这个 一百三十倍 这么多 您能拿得了吗 需要帮助吗 我自己可以的 谢谢啊 没事吧 嗯 你的父亲 是赵萍吗 你认识我父亲 多年前见过 当时 我还是夏暖 赵萍是我父亲的合作伙伴 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 倒是因为苏家 我才是太闷了 苏洪骗我父亲 投资了一个血本无归的项目 我父母受不了打击 就自尽了 这是苏洪一贯使用的手段 姐姐 你也知道苏家吗 能不能帮我报仇 苏小姐 这么冰怎么喝啊 你想冻死我 这里还有热的 给我换一杯 苏小姐 这么烫怎么喝啊 赏你了 给我喝干净 苏婉婉 你适可而止 你怎么不躲开啊 我是苏世隐内的艺人 没有资格躲开 我在爸爸的相册里 翻到过你的照片 赏南姐姐 我知道你野性埋名 是为了报仇 只要能搬到苏家 我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你想清楚了 我家也是因为苏洪 变得家破人亡 只要能扳倒他 我干什么都可以 苏洪骗我父亲 投资了一个 血本无归的项目 我父母受不了打击 就自尽了 这是苏洪一贯 使用的手动 姐姐 你也知道苏家吗 能不能帮我报仇 苏小姐 这么冰怎么喝 你想冻死我 这里还有热的 给我换一杯 苏小姐 这么烫怎么喝呀 赏你了 给我喝干净 苏洪婉 你适可而止 你怎么不躲开啊 我是苏氏隐内的艺人 没有资格躲开 我在爸爸的相册里 翻到过你的照片 夏暖姐姐 我知道你也姓梅 没是为了报仇 只要能扳倒苏家 我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你想清楚了 我家也是因为苏洪 变得家破人亡 只要能扳倒他 我干什么都可以 过来 吃点它 我都说了 不能吃芒果 现在好了 过敏了吧 我都叫你不要吃芒果了 你非要嘴馋 我看看 这么两种 是啊 我一吃就过敏 走 我送你去医院 我不去 去了要打针 夏暖 你也太娇气了吧 是啊 我就是很娇气 怎么了 走吧 我不爱吃水果 是不爱吃 还是不敢吃 如果只有芒果的话 我倒还挺喜欢吃的 那就只吃芒果 嗯 好甜啊 它真的 它真的没有反应 嗯 没有过敏 什么没有 你怎么了 也对 你不会就是长得像他 怎么可能会真的有反应 幸好我一直都有在定时吃抗过敏的药 不然今天 顾总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能不能改天 改天 您先出去吧 你说改天 就改天 闻闻 是你吗 顾总 您认错人了 我不是闻闻 我是宋礼 闻闻 顾总 如果闻闻知道你把别人认成她的话 她会很难过的 安静 你怎么了 也对 你不会就是长得像他 怎么可能会真的有反应 幸好我一直都有在定时吃抗过敏的药 不然今天 顾总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能不能改天 改天 您先出去吧 你说改天 就改天 闻闻闻 是你吗 顾总 您认错人了 我不是闻闻 我是宋礼 闻闻 顾总 如果闻闻知道你把别人认成她的话 她会很难过的 月定过的远方 还未曾遭逢 雪要回航 安静 顾总呢 顾总一早就出去了 宋小姐 你吃完早餐 我送你去公司 乌汉姐 人不能一直活在过去 你的人生 也不该为了我而停止不前 当年夏家落败 苏洪夫妻一手缔造 夏氏隐悦性丑闻 我母亲以为 父亲出轨 一时 悲痛欲去 父亲刚愚异不久 我就莫名其妙 收到了父亲的思绪 文晴 这夏山已经入狱了 从今往后啊 你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走 父亲死后 母亲也决定离开人世 等我赶到家 家里已经燃起大火 苏洪 王碧君 你们让我母亲 误以为父亲背叛他 最终含恨而死 我要向苏家讨的 第一件东西 就是你们的婚姻 苏先生 您的酒 倒上 苏先生 对不起 你 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雪儿 这个名字好听 苏洪 汪碧君 热身结束 游戏 正式开始 我爸这些天怎么总是找不到人 应该是在忙吧 你是叫赵赵对吧 是的 苏小姐 我找你来 是想问送你的事情 我可是一直听您的话 没有把好的资源给他 如今不同往日 现在可以给了 苏小姐 您的意思是 给是可以给 但是不能轻易地给 该让他吃的苦头 可一点都不能少 我明白 您放心 我一定办妥 宋灵 你要是上了其他男人的床 护寒金还会要你这个廉价的替身吗 赵赵姐 我还是不去了 我喝不了酒 酒精过敏 来的路上 不是让你吃抗过敏药了吗 可是 没什么可是 宋灵 你要是不想干 有的是人想干 那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这个项目可是个大投资 过了这村 可没这店了 还是算了 赵赵姐 我不去了 这个机会 我就不要了 宋灵 你今天要是赶走 明天苏氏影夜 就会跟你解约 王总 给您介绍一下 这可是我们公司最近啊 力捧的演员 宋灵 王总好 宋小姐 长得可真漂亮 这么多年不火真是奇怪 是我演技不够好 所以才没火 演技不重要 我想让你火 分分钟就能火 王总 看见漂亮小姑娘 马上就把我给忘了 你们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一个是左心房 一个是右心房 还不快给王总碰一杯 宋灵 你可别逼我跟你解约 你可没得选 哎呀宋小姐 我们喝一杯嘛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喝 你把这杯酒喝了 下一步的女主就是你 谢谢王总 我敬你 这就对了 来来来 再来一杯 王总 我喝不下了 这才哪当哪 再来一杯 王总让你喝 你就喝 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苏文文 你们苏时影夜才是最喜欢 潜风则女艺人的公司 但你们却把脏水泼到我爸爸身上 王总 今晚宋灵可就交给您了 祝您玩得开心呀 哈哈哈哈哈哈 王总 除了玩之前不知道打听一下 难道你不知道宋灵 是我的女人 对不起对不起 顾总 我这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留一下 你跟王总 和外行多久了 三 三年多了 他若不肯认你 便没人知道你跟了他三年多 我有个办法 可以让他认你 您您说 张助理 帮我做件事情 怎么是你 王总 头条啊 快拍 快拍 你们谁 让他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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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寒清 你醒了 我还以为你要醉晕过去 对不起 给你添麻烦了 这几天呢 我想了很多 你想说什么 你说得对 你不是我喜欢的人 把你留在我身边 不过是我的执念作祟 是啊 我不是顾总喜欢的人 我会给你一笔钱 还有一个S家项目的女孩角色 当作是这段时间 对你的不成 顾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从今天起 你不用继续待在我身边了 我不需要一个眼皮 哦 我知道了 顾总 我今天就搬走 只是 我还有件事情想要求你 说 你和苏氏影夜合作的那部剧 我能不能去试镜 那部剧 已经内定了苏婉婉 内定 为什么 苏氏影夜 背景雄厚 再伤 言伤 我只追求利益 我还是想去试试 所以你 宋领居然来参加面试 过孩子不容易的 这个面试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谁来都没有 我倒是想看看 宋领这么不自量力 她的下场会有多惨 跟面试官说一声 这个面试 我也要来参加 婉婉姐 这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您没必要亲自来 我不自己来 又怎么能羞辱她 怎么能让她知道 自己是个漂亮小丑 婉婉姐 你长得真好看 不像我们 都得靠化妆成场面 婉婉姐是苏家千金 当然和我们不一样啊 哟 我当是谁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上部戏的替身 宋领 苏小姐好 真没想到 现在替身都能来拍戏 这个女主角 肯定是婉婉姐的 你一个替身 究竟在不自量力些什么 就是 人得找准自己的身份 我们都是 过来给婉婉姐 做陪衬的 真好笑 一个替身而已 在这里装什么呀 大家在跟你说话呢 你听不见吗 没见过脾气 这么大的替身 你不是要看剧本吗 我让你看 你这是什么眼神 你想干什么 宋领 刚刚的事情对不起啊 是啊 我们也是害怕苏婉婉 所以才对她 那么讨好的 陆总还亲自让人 打印剧本给你 宋领 你们 什么关系啊 陆总是个 讲道理的人 大概是知道 这件事情 苏婉婉不站立吧 你怎么了呀 是不是又是 那几个臭小子 欺负你了 手演得不好吗 一根木头上去 都比你生情没毛 陆冯川 你是不是针对我 我针对你 你自己演的什么东西 你心里没数吗 韩金哥哥 你说句话呀 如果你只是这样的水准 确实演不了这个局 可我是内定的女主 先出去吧 她怎么内定了 我怎么不知道 关系 关系 她投多少钱 我撤资 婉婉姐 你怎么了 见火狐狸精 宋领 你就是个祸水 宋领 刚刚的事情对不起啊 是啊 我们也是害怕苏婉婉 所以才对她 那么讨好的 陆总还亲自 让人打印剧本给你 宋领 你们什么关系啊 陆总是个讲道理的人 大概是知道 这件事情 素婉婉不真理吧 你怎么了呀 是不是又是那几个臭小子 欺负你了 手演的不好吗 一个木头上去 都比你生情没毛 陆冯川 你是不是针对我 我针对你 你自己演的什么东西 你心里没数吗 韩金哥哥 你说句话呀 如果你只是这样的水准 确实演不了这么剧 可我是内定的女主啊 先出去吧 她怎么内定了 我怎么不知道 关系 关系 她投多少钱 我撤资 婉婉姐 你怎么了 欠货狐狸精 宋领 你就是个祸水 宋领 该你了 开始吧 好的 你怎么了 是不是那几个臭小子 又和我欺负你了 没关系 不管你的事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给你出气 这一年的小暖 和他的名字一样温暖 是天上的太阳 而我分明已经是 深渊泥地里的人了 想当这傻瓜 还说我很好 于是我拼了命的 也想干干净净的 站在他面前 冬天到了 喝点粥暖暖胃吧 这样 喂好了 才能拥抱太阳 暖暖 宋领一定就是暖暖 宋小姐的演技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你说对吗 顾总 还不错 宋小姐的演技 不该只捧龙套的 顾总 你觉得呢 可以 我会把签讯合同 划到你经纪人邮箱里 合作愉快 你说什么 陆氏经验的聚职 订了宋领当女主 够了 不同意 这件事我不同意 我说你好好惩罪宋领 这件事没办好就算了 居然还让宋领 抢了我的女主 宋领她去世境 她没经过我呀 苏小姐 你别生气呀 咱们 咱们肯定还有挽救的机会呀 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总不能去找顾寒金撒破吧 你让我想想办法 乃乃乃 我知道这个宁人不是你 可是哪怕是幻觉 我也依旧想抓住 谢谢顾总松口 同意让我出演这次的女主角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演的 我喜欢的那个女人 叫夏暖 夏暖 很好听的名字 你很像她 我从你身上 看到了她的名字 所以这个女主角 是你应得的 谢谢顾总的信任 当顾室的女主 比做我的金丝雀 更细腻吧 顾总 您怎么突然说这个 因为我后悔了 就算你不是夏暖 我也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可您不是说了吗 我们的关系 就到此为止 宋令 做我顾氏的女主 将来所有的文字 都让你敲着眼 我会让你大红大字 那如果我不愿意呢 你还没有说顾的权利 顾总 您这是势在必得吗 是 那这段关系要维持多久啊 就算是坐牢 也要有个期限吧 一年 还请您好好忍耐 顾汉金 你不知道 能留在你身边 从来不需要忍耐 但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你能干干净净地 走到今天不容易 我不能让你卷入 我和苏家的泥潭之中 宋令 你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这不需要是火了 你就大红大紫啊 我知道 谢谢导演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恭喜啊 刘导 又看一部戏 感谢顾总的光临 顾总可一早就来了 你们先聊 我先撤 你怎么来了 自己公司S级的项目 我当然得来看看 那顾总看完了吗 看完了 我很不满意 怎么这么多吻戏啊 这是偶像剧 有吻戏不是很正常吗 所有的吻戏都只能接位牌 顾总 您这是吃醋了吗 稍往脸上贴金 我只是怕脏 毕竟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宋老师 这是咱们这部剧的男主 贺西楼 刚才在开机仪式上 都见过了吧 你好 你好 顾总 好好拍 我很看我这部剧 好 感谢陆总和苏小姐 今天还专程来一趟 祥鹏是我今年 最看重的项目 我来是应该的 当然很看重了 毕竟连女主角 都是陆总千挑万选 选出来的 谢谢陆总 谢谢导演 我一定会好 谢什么谢啊 宋连 既然导演这么看重你 那晚上 你可一定要到导演房间 好好请教请教才是 说什么呢 宋小姐怎么需要向我请教呀 出去 你什么意思 有一件事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应该是一个罪人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 夏家的悲剧 是因为我 当初我父亲 之所以那么轻易地相信了苏家 是因为汪比军 勾引了我的父亲 而我很早就知道 汪比军和我父亲的婚外情 可是我不敢说 我躲在黑暗中 脱窥着他们的奸情 却没有勇气走出去 所以 我活该一辈子身处黑暗中 汉静哥哥 你不能进去 抱歉 这里不让进 汉静哥哥 你不能进去 让开 宋领有什么好的 他只不过是长得像夏暖而已 他什么都不是 我说了 让开 你清醒一点 宋领根本就是想借着你往上爬而已 汉静哥哥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只有我才是爱你的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没有能力的苏婉婉了 现在苏家家当业大 我可以好好保护你的 汉静哥哥 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不让什么 宋领 宋领 顾汉静 你还是来了 我就知道 你每次都会来的 顾汉静 我对你的感情你看不到吗 我对你的爱不比任何人少 宋领 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 滚开 医生 他现在怎么样 您妻子有很严重的幽臂恐惧症 大概是从前受到过什么刺激 刺激 对 一个人如果遭遇巨大的变故 就会留下创伤后一阵 什么样的刺激 一般来说 病人可能一个人被迫在黑暗幽臂的地方生活了很久 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后遗阵 行了 还有没有那里不舒服的 没有了 我该回去走了 等等 系组那边 可以休息几天再去 不行 系笔天的 这样会延误拍摄的 我说了 这几天 你先好好休息 我已经好了 你确定 我 我有话问你 医生说 你有幽臂恐惧症 宋灵 告诉我您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你的背景 我调查得很清楚 没有任何大灾大难 你为什么会得幽臂恐惧症 顾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背负了太多事情 我不能解释 我早晚会有办法知道的 宋灵 你的秘密 我会一件一件 全部都挖出来 小心 谢谢叔叔 不用谢 叔叔 你也是来探班的吗 是的 我是宋灵的粉丝 你呢 你一个小朋友 来这里干什么 我才不告诉你 对了 你说你是宋灵的粉丝 对了 你说你是宋灵的粉丝 你这个人情有眼光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宋灵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不好意思啊 晚上我有点私事要助理 行 那下次吧 今天我来的时候 在门口看到了顾总的车 顾总 是不是在追你啊 还特地找人吩咐我 不许占你的便宜 瞧吧你吓他 被顾总追 有这么吓人吗 不好意思 贺老师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妈妈 哦 对了 你说你是宋灵的粉丝 嗯 你这个人挺有眼光 嗯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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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灵啊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啊 不好意思啊 晚上我有点私事要助理 啊 行 那下次吧 哎 今天我来的时候 在门口看到了顾总的车 哦 顾总 是不是在追你啊 还特地找人吩咐我 不许占你的便宜 瞧吧你吓他 被顾总追 有这么吓人吗 不好意思啊 贺老师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妈妈 宋平安 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过几天就回去看你 可是我想妈妈了 但是你一个人跑这么远 真的很危险 我自己长大了 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 安安最棒了 妈妈给 我买的奶糖是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那家店 谢谢 顾总 你怎么来了 今天会议提前结束 回来看看 这样 嗯 喜欢吗 顾总 太晚了 我明天还有戏呢 想早点休息 怎么 不请我急急急急急 里面太乱了 对了 我还没有请你出过饭吧 我们去吃夜宵吧 你家对面的那个沙锅庄 来 我已经追你两天了 你快点能够 不然我会很丢脸 你跟別人哪都追我跟我有什麼關係 做你男朋友有什麼好處 可以每天跟我待在一起 我現在不就跟你待在一起了 是這樣沒錯 但是 那你求一個回去考慮 我你這麼便宜 現在是你在求我跟你在一起 那我好好考慮考慮吧 那你好好考慮考慮吧 你們長得可真像 你們長得可真像 快喝吧喝完了我送你回去 我 你放心 我不留福 你好好休息就好 我很見 這一年時間對我來說 很重要 當然 只有這一年 你才能拿到娛樂圈的緊急資源 我不會在一起 你不留我 如果我能好好地處理我祝家的事 你不留我 你不留你 我不會留你 你不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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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玲可是顾总看上的女人 乐乐 你的意思是顾寒金对宋玲是真心的 这怎么可能 顾寒金就是把宋玲当替身罢了 陆风川 你当我是傻子吗 是你看上宋玲的吧 宋玲的样貌 我看上也很合理吧 用自己母亲勾引别人的父亲 在换来的荣华富贵 宋小姐 我会觉得很荒采 成王败客 勾引人又如何 但勾引成功那也是我母亲的本事 下家现在尸骨都两透了 宋小姐 原来就是下家 三小三 完之六月 说完完你在干什么 宋玲你在算计我 是宋玲在算计我 够了 难道是他握着你的手打他脸上的 陆风川 你指责我 你什么意思啊 看在我们两家还有合作的份上 我警告你 人在姐姐现在看 下次苏王瓦要打你 你就躲开 知道吗 谢谢陆总 提供经文 用自己母亲勾引别人的父亲 才换来的荣华富贵 苏小姐 我会觉得很光彩 成王败客 宋小姐 摄影人又如何 能啾影成功那也是母亲的本事 下家现在师虎都两口 宋小姐 能不能给你下家 方小三 苏婉婉 你在干什么 宋领你在算计我 是做了你再算计我 够了 难道是他握着你的手 打他脸上的 洛峰川 你指责我 你什么意思啊 看在我们两家还有合作的份上 我警告你 人在走现在看 下次苏王瓦要打你 你就躲开 知道吗 谢谢陆总 最后接位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没关系 想喝点什么 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 好 事情发展的怎么样 按照你教我的方法 苏红现在已经对我百依百顺了 于安 已经上钩了 很好 按照下一步的计划 就是让他们家破人算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苏家饿有饿吧 亲爱的 这是我给你煮的粥 你一天没吃东西 吃点吧 喜爱真会疼人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煮粥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下 还有汪帝金出身民门 从来没有给苏红下过水 如果你给他下厨煮煲汤的话 你怎么这么傻呀 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我们当然会在一起一辈子的 我要的是你娶我 苏苏 你和汪帝君离婚 娶我吧 你让我想想 嗯 知姐 昏明大以后 你可算来了 我想知姐你了 王王你这是怎么了 知姐 宋令勾引顾寒金 他站着自己和下个有几分像 故意射击靠近他 王王你就是太善良了 才这么委屈 那我怎么办呀 我喜欢了郭汉静这么多年 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宋令呢 他不过就是个刚刚冒的小隐人 我帮你去敲打敲打他 他不敢不去 知姐是国民推崇的白蓝以后 就知姐帮我教训他 他一定会收敛的 当年要不是你帮我把写离送给导影 就不会我惊惊的成点 所以啊 我们晚晚的事就是我的事 谢谢主角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你听我解释啊我 好他啊 大家都先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啊 何老师刚刚没有打疼你吧 没关系 也介绍你 傅老师今晚有空一起吃个饭吧 抱歉 我确实是你了 龙龙 有人找你 谁啊 当红影后 秦之 秦小姐 您找我 我今天来找你了是为了晚晚 秦小姐跟苏文是朋友 晚晚是我最好主持 他心思单纯 但就不是你亲自他为了 秦小姐可真是热心肠啊 但你要注意 不要被人当伤 就想在这里挑剥离间 尽有无知之法者 我跟苏文是真的谢谢 秦小姐 你最好还是救手的 关为奥 我 宋领她一个跑龙套的 怎么就成了顾氏的女主 这可是顾总和陆总亲自权定的 顾寒金亲自选的 您想姐姐是顾总 顾总了不起啊 白手起家的商业新贵 看来顾寒金他送礼真的很上帝 对不送礼这件事 就要通常记住 牛导 那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行 请小姐下次再来 平安 回去之后 要好好听刘阿姨的话 知道吗 嗯 妈妈我会想你哦 妈妈也会想你的 嗯 等这部戏杀青了之后 妈妈就回去陪平安 好不好 妈妈七天后我就能见到你了 对 这回能给安安带个爸爸回来吗 妈妈 考虑一下 嗯 你来了 嗯 想我了吗 嗯 想 那让我想想 你在想什么 是在想 你在说什么 送礼 我给你最后一个信 我走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肯说什么 走 顾总 这么晚了 你要带我去哪 是你带我去 动 带我去看你的孩子 平安 回去之后 要好好听刘阿姨的话 知道吗 嗯 妈妈我会想你哦 妈妈也会想你的 嗯 等这部戏杀青了之后 妈妈就回去陪平安 好不好 妈妈七天后我就能见到你了 对 这回能给安安带个爸爸回来吗 妈妈 考虑一下 嗯 嗯 你来了 嗯 想我了吗 嗯 想 要让我想想 我在想 是在想 你在说什么 送礼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看白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敢说什么 走 走 顾总 这么晚了 你要带我去哪 是你带我去 我 带我去看你的孩子 你 你知道了 宋灵 你真让我恶心 顾总 这个孩子是我的全部 我不想他被别人知道 我求你了 你替我保密 你现在还要让我替你保密 宋灵 你是我的女人 你有孩子 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吗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除了这张脸还真是一无是处啊 顾总说什么都对 我求你 我要钱的我的孩子 我最近 都不想再看见你 昨天黄总让你陪他喝酒 你怎么不去啊 赵赵姐 我 你什么你 我看你是不想混了吧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自己看着办吧 宋灵姐 赵赵一直让你们去陪酒吗 嗯 苏氏影夜 一直靠这种手段 笼络赞助商 当初我父亲被诬陷 潜规则几家一人 苏婉婉 苏红 其实苏氏影夜 才是真的潜规则的人 宋灵姐 别怕 下次 我陪你一起去 嗯 这一来 就是两位大美女 别怕 等会坐我旁边 不用说话 嗯 黄总 温离刚出来工作 不太懂规矩 我过来带带她 不愧是做过女主角的人 懂事 来 咱们喝一杯 温离对酒精过敏 我替她呢 敬你一杯 就当是赔罪了 还是宋小姐懂事 黄总 嗯 这些年 您没少收到苏氏影夜的女艺人吧 那是 一个比一个水灵 苏董事啊 会做事 苏董事长当然是会做事的 但是 像宋小姐这么漂亮的 我还是第一回见 我这样的 你还不配收到 宋林 你好大的胆子 我看胆子大的是你吧 顾寒金的女人你都该看 顾寒金 你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当上女主角的 今天的事情要是让顾寒金知道 没有几条命给她玩的 宋小姐 今天是我 也不是泰山了 请你高台贵手吧 醒了 说说看 你要怎么离开这人事啊 苏小姐应该不想让我这么快去 那事情了解我 宋林 你知道我有多讨厌你这张脸吗 你这张脸 简直就是我这一辈子的恨梦 这就是你绑架我的理由 对 因为我要把他毁了 只要毁了他 我的恨梦就结束了 对了 我第一时间给顾寒金打电话 我就想知道下暖的这张脸 对他来说 究竟有多重要 苏文文 你不要做 是会让顾寒金更加艳务 你快点出来 宋林 苏文文 你上海底里 灵灵 叫的可真轻了 有什么冲我来 你别伤害宋林 顾寒金 这不关你的事 快走 他敢走 我就弄死你 我不会走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说你爱我 我就放松林走 苏文文 自欺欺人有意思吗 说不出口是吗 那我就让你看着他死 我要让你这一辈子 都看不到宋林的这张脸 不要 顾寒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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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寒金你疯了 为了一个赝品 命都不要了吗 别伤害宋林 顾寒金 你为什么这样 你跟我走吧 我会好好爱你的 闭嘴 顾寒金 我只是下暖的一个替身 你没有必要为了我 我出命 这样不值得 你是我的人 我不允许你死在这里 不要 灵灵 叫得可真亲了 有什么冲我来 你别伤害宋林 顾寒金 这不关你的事 快走 他敢走 我就弄死你 我不会走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你 说你爱我 我就放宋林走 宋王莱 自欺欺人有意思吗 说不出口是吗 那我就让你看着他死 我要让你这一辈子 都看不到宋林的这张脸 不要 顾寒金 顾寒金你疯了 为了一个赝品 命都不要了吗 别伤害宋林 顾寒金你为什么这样 你跟我走吧 我会好好爱你的 闭嘴 顾寒金 我只是下暖的一个替身 你没有必要为了我 我出命 这样不值得 你是我的人 我不允许你死在这里 嗯 这 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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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顾寒金 你别生 你别生 我玩玩你这是恶毒的超乎我讲象 帮你 你想不让他活吧 老子 别生 你说晚上最要到了 你 搞什麼 你姐你別說 其實我一直有件事情沒有告訴過你 昨天 我生了個孩子 叫平安 今年六歲了 就是你以為的那個四十 其實不是 他是我們的孩子 但是我二十五年以來 收到過最好的禮物 你要不要把我出國 嗯 媽 你要趕我走 這是權宜之計 你先離開一段時間在國外避避風頭 媽 你讓我一個人出國你放心吧 媽 你幫我說兩句話呀 你捅了這麼大的瓏子 你還是跟你爸的 做得不定了 陸總 我回家 他沒事吧 醫生說 沒什麼大礙 這件事我有責任 放心 最好不會了 陸總 這事跟你沒關係 只要是你的事 跟我就有關係 我的事 為什麼和你有關係 沒什麼 我先走了 好 陸總 我先走了 那您慢走 韓芹 你醒了 我去找醫生 你怎麼啦 你怎麼了 林立 智能是我的 郭漢金 你不要命啦 你慘死了 身體還沒恢復呢 我 你看你说陆总真心 胡说什么 陆总怎么可能喜欢我 答应我 别对着陆总真心 你算是为这个教育 免得无法无法 他只是个孩子 你也太狠心了吧 我 要不是问我 昨天和陆冯川 还有故事集团 都是找春去好啊 三亚合作 只怕是真的要作废了 温玲 见笑了 都是家里的琐事 苏夫人 是我堂扰了 你是我们苏氏影业 军签约的艺人吧 我知道你 我还知道 你和宋礼的关系 很好 怎么了 雷雷 只能是我的 顾汉静 你不要命了 你才行身体还没恢复呢 你看得出陆总真喜欢你吗 我说什么 陆总怎么可能喜欢我 答应我 别对着陆总真笑 也算是免得有教训 免得无法无敌 他只是个孩子 你也太狠心了吧 我很狠心 想说 国际和陆冯川 还有故事集团 都是找春去好啊 三亚合作 只怕是真的要作废了 你 你 哎 温礼 借笑了 都是家里的琐事 苏夫人 是我偷偷了 你是我们苏氏影院 新缺约的艺人吧 才会知道你 我还知道 你和宋礼的关系 很好 你好 打扰一下 病人需要复查 请您出去一下 宋礼 您需要静养先生 不要说话 来 深呼吸 深呼吸 哎 最后几天就结束了 这段时间呀 你辛苦了 这部剧上线后 你肯定大火 赵赵姐也辛苦了 宋礼 有些事啊 你别怪我 我也是职责所在 不得不做 宋礼姐 赵赵姐 赵赵姐 文礼可能有话要对我说 您要不 先回避一下 文礼和苏丸丸准备陷害你 您小心点 提防着她 怎么了 宋礼姐 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 你想让我怎么帮 赵赵姐和婉婉姐 又给我安排了一个赞助商 让我去招待他们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您要我帮你 您好打扰一下 病人需要复查 请您出去一下 宋礼 您需要敬仰先生 不要说话 来 深呼吸 深呼吸 唉 最后几天就结束了 这段时间呀 你辛苦了 这部剧上线后 你肯定大火 赵赵姐也辛苦了 宋礼 有些事啊 你别怪我 我也是职责所在 不得不做 宋礼姐 赵赵姐 赵赵姐 文礼可能有话要对我说 您要不先回避一下 文礼和苏丸丸准备陷害你 你小心点 提防着她 怎么了 宋礼姐 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 你想让我怎么帮 赵赵姐和婉婉姐 又给我安排了一个赞助商 让我去招待他们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要我帮你 晚上 宋礼姐你会来的 对吗 我会去的 真的吗 谢谢你 谢谢你 宋礼啊 之前是我不懂事 三番五次的伤害你 想跟你说的不是 来 大家不打不相识 都是为了苏氏 盈业的发展嘛 我代表苏家 给你碰一个 刘总 我真的喝不下了 宋礼姐 最后一杯了 你不能不给刘总面子呀 玩玩 那我们一起 好啊 好 来 我先干了 喂 林玲姐 我已经把座给换了 嗯 文文姐好酒量 宋礼啊 你也快喝啊 嗯 等等 卡 这个镜头借卫琴 会不会很假 嗯 是有点 不过顾先生 你不是不希望苏小姐拍吻戏吗 这个镜头 我替她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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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我们杀青了 松林 这段时间辛苦了 过两天的杀青宴 你可一定要到啊 一定 谢谢导演 顾总 你要吗 我怎么感觉 顾寒金的红包比我的大 没有的事 都一样 都一样 来 都给你 谢谢顾总 等等 看啊 这个镜头借我也紧会不会很假 嗯 是有点 不过顾先生 你不是不希望苏小姐拍吻西吗 这个镜头 我替她拍 顾 我们杀青了 松林 这段时间辛苦了 过两天的杀青宴 你可一定要到啊 一定 谢谢导演 顾总 你要吗 我怎么感觉 顾寒金的红包比我的大 没有的事 都一样 都一样 来 送给你 谢谢顾总 松老师非常专业 希望有机会还能合作 当然也很专业 有机会希望还能合作 送礼是女孩子 喝酒不好 对对对 陆总说的对 送礼喝一料 顾寒金什么时候来 我估计快了吧 方便的话 可以聊两句吗 我都说了我不想聊 你还欺而不舍地跟出来干嘛 我有话想跟你说 那就站远点说 顾寒金真是瞎了 这么久还没认出你 你什么意思 我见你的第一眼我就认出来了 你就是瞎了 我不是 你不用着急否认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坏心思 甚至我知道你的处境有多难 夏暖 我想帮你 陆总 我不知道你在说 你父亲救过我父亲的命 夏暖 我怎么可能害你 我一直都觉得夏伯伯的事有蹊跷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调查 夏暖 小时候我就住在你家隔壁 你帮我打跑了欺负过我的人 你都不记得了吗 挡高一点 好 真好玩 想每天都玩 只要你嫁给我 就能每天都玩了 真的吗 那好 我嫁给你 好 咱们一言为定 好 你是那个小胖子 就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一点都没有 夏暖 你本来是该嫁给我的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顾佳教授的话 怎么可能当真的 可是我等真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陆凤川 我看见你 我的身份 你不要说出去 我目前还不能曝光 宋灵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手上有苏氏影业阴阳合同的证据 这些东西 足够你在扳倒苏家路上 如虎贴依 可我记得 你和苏氏集团的绑定很深 利益纠葛复杂 我不在乎 这年损失 陆氏集团负担得起 孙灵 我想帮你 难道你就是为了小时候那点旧情吗 陆凤川 你到底想要什么 您慢点 宋灵 今晚我很高兴 高兴就好 我们也很高兴 我先走了 再见 留到慢点 我送你 不用了 顾寒清会来接我的 好 那我陪你一起等着 不用麻烦陆总 我心甘情愿 那我陪你一起等着 宋灵 我来见你回家 嗯 走吧 听说你今天 跟陆凤川聊了很久 我没有啊 宋灵 孩子的事情 我已经不给你计较了 你别跟我灯鼻子上脸 我知道 不会的 你看相逢了吗 最近刚上任的这部 看啊 宋灵可真好看 那样的长相和演技 到这个年纪才火 真可惜 这次我们的戏拍的很成功 多亏了宋小姐的付出 大家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这次跟苏持的技能棒 都离不开大家的努力 我不敢去勾 你怀孕了 嗯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不敢 我害怕破坏你的家庭 胡说什么 王毕军当年勾引下山 给我带了绿帽 在我眼里 他什么都不是 他也是为了你猜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他恶心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放心 我会和王毕军离婚 娶你哦 你们知道 瓷盘是怎么碎的 你们这对狗男子 不是从某个部位开始碎的 而是完全的 彻底的崩溢 苏红 汪碧军 你们婚姻的这个瓷盘 今天彻底碎了 碰 你们不会有好下 彻底碎了 你怀孕了 嗯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不敢 我害怕破坏你的家庭 胡说什么 王毕军当年 勾引下山 给我戴了绿帽 在我眼里 他什么都不是 他也是为了你猜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他恶心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放心 我会和王毕军离婚 娶你哦 你们知道 瓷盘是怎么碎的 你们这对狗男子 不是从某个部位开始碎的 而是完全的 彻底的崩溢 苏红 汪碧军 你们婚姻的这个瓷盘 今天彻底碎了 碰 你们不会有好下 彻底的 碎了 我都跟您说过了 不要跟苏董事长 起什么冲突 我没忍住啊 我直接就 无论如何 你能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谢谢你 不用谢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打算 我不知道 不如离婚吧 你胡说什么 苏董事长现在对您满是怨言 您留下来 只会加重你们两个之间的矛盾 那也不是云纳到离婚吧 宋令 我们有点家务事要处理 你没事就先离开吧 对了 这是新剧的合作补充条款 我已经签过字了 那我先走了 你净身出户 你和我之间 一刀两断 苏 你良心的口识了 我可以现在就断了你爸的意料 他还靠着我找的医生续命呢 别 不要逼我 我亲 我亲 你是不是 想你孩子了 宋令故意怂恿你们离婚 他长得像夏暖 我三番五次地伤害他 他怎么可能真心对你好啊 你是说 我背的算计了 那 那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一直在暗中调查宋令 发现一个惊天秘密 什么秘密 还有私生子 什么 宋令 护寒金要是知道你有孩子 还会要你这个替身吗 有爆料说您有一个孩子 是真的吗 您出道多年 新剧刚刚大爆 这件事情是否对您的事业有影响呢 那这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呢 你不说话是心虚吗 孩子的照片已经被人公布到网上了 请问您打算采取法律手段吗 我是公众人物 我的一言一行 都会受到大家的监督 但是 我想请大家 不要去关注我的孩子 那么您是承认了这是您的私生子对吗 我的孩子不是私生子 那孩子的父亲在哪呢 宋令故意怂恿你们离婚 他长得像夏暖 我三番五次地伤害他 他怎么可能真心对你好啊 你是说 我被他算计了 那 那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一直在暗中调查宋令 发现一个惊天秘密 什么秘密 还有私生子 什么 宋令 护寒金要是知道你有孩子 还会要你这个替身吗 有爆料说您有一个孩子 是真的吗 您出道多年 新剧刚刚大爆 这件事情是否对您的事业有影响呢 那这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呢 你不说话是心虚吗 孩子的照片已经被人公布到网上了 请问你打算采取法律手段吗 我是公众人物 我的一言一行 都会受到大家的监督 但是 我想请大家 不要去关注我的孩子 那么您是承认了这是您的私生子对吗 我的孩子不是私生子 那孩子的父亲在哪呢 那孩子的父亲在哪呢 那你也说不出来对吗 宋令的孩子不是私生子 因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是我 顾总 您刚刚说这是您和宋令的孩子对吗 没错 您的意思您多年前就和宋令有孩子了 是的 可据我所知 您一直是未婚状态呀 我跟宋令 正打算结婚 顾韩金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是不是疯了 每天晚上 我都跟宋令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知道你说的那些话 对你的誓言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在关心我 顾韩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刚刚那些事情 会影响公司股价的 我不在乎 如果你连骨架都不在乎的话 顾韩金 那你到底还在乎什么 我在乎你 就算你不是夏暖 我也在乎你 宋令 顾韩金 我不是夏暖 你跟我在一起 到底有什么意思 就算你不是夏暖 也是我顾韩金的女人 还轮不着别人来说三道四 那你不是不喜欢平安吗 你为什么还要承认 她是你的孩子 我是不喜欢做平安 没有一个男人 会喜欢自己的女人 跟别人的孩子 那同样 也能不到别人的孩子 来威胁我的女人 顾总 宋令的粉丝 大多数都是年轻男性 现在网上黑粉 都在追宋令 设计人身攻击的 我会叫人分号 顾总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还是不要镇压手段吧 我倒是有办法 就是不知道顾总同不同意 你说 其实你和宋小姐 可以召开一次记者发布会 不行 可以 你去安排 这是发布会流程 顾总您看一下 要不 再考虑考虑 没事 不需要 我是宋令的未婚夫 顾寒金 大家有什么问题 今天可以畅所欲言 求问顾总 是您主动求婚的吗 是的 听说宋令小姐未婚先孕 作为公众人物 是否对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确实 这件事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 确实是做了不好的示范 我会承担所有责任 作为宋令的未婚夫 没能照顾好他跟孩子 是我的错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满 请对准我 我绝对不会做一个字的辩解 宋令因为我的疏忽 这些年受了很多苦 今后 我不想他再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如果有人敢伤害宋令 我绝不会放过 顾汉杰 苏家的事情没有彻底处理完 我还没有办法以下暖的身份面对你 可是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都会一一铭记在心 宋小姐 你根本就想不到 这次发布会 效果有多好 我已经想象到了 新片的剧本都已经送到我这里来了 这些 都是新片的偏约 今后 我不想他再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平安 你还小 这些是大人的事 是啊平安 你只要快乐 开心的长大就好了 顾叔叔说 我是你的孩子 因为有我的存在 妈妈才被粉丝朋友们讨厌的 不是的 是我拖累了妈妈 胡说 安安是妈妈的小天使 妈妈 我以后也会像顾叔叔一样保护你的 无论这是谁的孩子 至少 宋令很爱他 你说什么 我爸想让宋令当公司一姐 宋令把我害得这么惨 我爸他当看不见吗 我们本来想用孩子来给宋令制造丑闻 没想到 顾寒金的小子当重任了孩子不说 他还承论要娶宋令 你看这些事 反而让宋令的事业更红祸了 顾寒金竟然要娶宋令 我不同意 我要去找我爸 婉婉 宋令 又不是夏暖 你一个雁平 凭什么和顾寒金结婚 听说了吗 苏氏这个嫉妒股价翻了好几番呢 他粉丝跟婉莉超级巧 集团签下他好像没花什么钱 真是赚 是的 宋小姐 别紧张 苏洪和他的媳妇今天都不在 坐吧 宋小姐 我 苏洪为了降低成本 采用阴阳合同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那您还继续留下 您不怕影响您的事业吗 没有什么 比扳倒苏洪更重要 这些年 我为苏洪 做了不少葬事 可是他不肯给我一点好处 只要你愿意出面帮我证明 证明苏洪采用阴阳合同 我会给你丰厚的报酬 那您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啊 我知道这样很冒昧 陆凤川 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物证给我 你是说 苏洪使用阴阳合同的证据 是 那我能得到什么 陆总 我知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等苏家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可以无偿 为陆家拍一部戏 您只需要出一份物证 这样一点都不愧 可我想要的 不是物证 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别哭了 春水就不痛了 可是还是痛 吃完就不痛了 后来 你只要不高兴 就会吃蜜蜜 送礼 离开过寒金 来到我身边 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封灵 离开过寒金 来到我身边 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陆总 是我打扰了 再见 你现在真是胆子大了 一声不吭地回国 我不回来 又怎么能知道 您给我找了个新妈 婉婉 以后 我们好好相处 别碰我 真让我觉得恶心 宋婉婉 你现在怎么说话的 爸 这么多年 我妈对你的好 你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是吗 够了 也罢 这些事我没能力管 我这次回来 是想拍新电影 你怎么想 突然拍新电影啊 爸 您不是最在乎利益吗 等我的片子上映 你帮我弄个以后 我再找一个 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 苏氏的股票 还抽不涨吗 好 最后想代表广大粉丝 问宋小姐一个问题 您问 我听说 不久之后 苏婉婉就要拿影后了 她讨厌宋礼 你得替她多留心 好 有个问题 我很好奇 你喜欢宋礼吗 还是觉得她长得像夏暖 所以才这么帮她 我只能说 如果现在夏暖 出现在我面前 我也不知道 会觉得她 还是宋礼 苏婉婉的新电影 为什么反应这么好 所有记者都围着她 她是苏氏集团小姐 身份不一样 宋小姐 是的 你还是顾总未婚妻 你凭什么拿不到 我自己的路 我自己会走出来 更何况 苏氏集团的小姐 可没这么好当 我听说 不久之后 苏婉婉就要拿影后了 她讨厌宋礼 你得替她多留心 好 有个问题 我很好奇 你喜欢宋礼吗 还是觉得她长得像夏暖 所以才这么帮她 我只能说 如果现在夏暖 出现在我面前 我也不知道 会选择她 还是宋礼 苏婉婉的新电影 为什么反应这么好 所有记者都围着她 她是苏氏集团小姐 身份不一样 宋小姐 是的 你还是顾总未婚妻 你凭什么拿不到 我自己的路 我自己会走出来 更何况 苏氏集团的小姐 可没这么好当 婉婉 我们现在确实被动了 你先冷静 年底就是影后评选 你不要激怒宋礼 我明明都已经赢了 夏暖那么多年前 就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都没有输给夏暖 我凭什么输给宋礼 你知道不知道 现在不是一起用事的时候 都管你 当年要不是你嫌弃顾寒金身份低位 我们俩早就在一起了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妈 我当初不一定是为你好 我不管 宋礼必须把卢相带准春 妈 怎么又是把卢相带准春 我就真的完了 汪夫人 怎么突然想得着起我 你不是出国了吗 宋礼 你和婉婉之间 没必要一死网破 对吧 于死网破 汪夫人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不是已经拿到了 婉婉绑架你的证据 宋礼 能不能把证据给我 你想要什么 我全都同意 我想要什么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你就不能放过玩玩一条生路吗 那当年谁又放了我一条生路 什么当年 你在说什么呀 当年 就是下家当年 汪碧君 你觉得我在说什么 你是下暖 我就是下暖 我就是当年那个差点被你们一把火烧死的下暖 害怕什么 汪碧君 最该害怕的人应该是我吧 是你们 把我家害得家破人亡 这真的是你 那你回来 是要报复我们了 对 少礼 不不不不 下面 有什么 有什么 就冲我来 放了瓦瓦吧 冲你来 对 冲我来 可以啊 平安 今天妈妈不在家 你有没有好好听话呀 顾叔叔还陪我打游戏了呢 平安 你先上楼睡觉吧 我给你妈妈有话说 嗯 去吧 送礼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什么当年 你在说什么呀 当年 就是下家当年 汪碧君 你觉得我在说什么 你是下暖 我就是下暖 我就是当年那个差点被你们一把火烧死的下暖 啊 啊 啊 害怕什么 汪碧君 最该害怕的人应该是我吧 是你们 把我家害得家破人亡 这真的是你 那你回来 那你回来 是要报复我们了 对 少年 不不不不不 下暖 有什么 就冲我来 放了瓦碗吧 冲你来 对 冲我来 可以啊 平安 今天妈妈不在家 你有没有好好听话呀 顾叔叔还陪我打游戏了呢 平安 你先上楼睡觉吧 我给你妈妈有话说 嗯 去吧 宋玲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做什么了 三十分钟前 苏红的前妻汪碧君发文承认 当年在苏红的挑唆下 她勾引了下山 破坏了下山跟温情的婚姻 宋玲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就是我做的 苏红红差点害死了我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只是因为这样 还是因为 你不仅仅是做的 我只是宋礼 而且 我也只想做宋礼 顾汉金 很快 很快一切就会结束了 雪儿 你怀着身孕 不要看这些 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你处理不好 胡说 胡说 苏红 苏家 是不是快要完了 雪儿 你笑什么 你这个样子 让我觉得陌生 苏红 你早就应该觉得陌生了 我天天戴着面具 早就透不过来气了 贱人 给我滚出去 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我来送苏董事长一程 贱人 你们想干什么 请问是苏红 苏先生吗 是我 您设计阴阳合同 请跟我们走一趟 你 苏婉婉 你要是再发疯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苏红 我送你的这两份大礼 你还喜欢吗 确实是大礼 只是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得罪了宋小姐 宋小姐要这么费尽心机地陷害我 苏董事长 难道你就从来没有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后悔吗 没有当年的资本原始积累 就没有今天的苏家 可惜今天的苏家 爷爷晚了 宋令 你给我滚出去 我们家什么时候玩 还跟不到你来说 麻烦警察同志了 爸 警察同志 我求求你们了 不要跑爸带走 婉婉 松手 爸 我不放手 你不能背带走 婉婉 等你年底拿到影后 成为苏氏影业的新任董事长 你就能想办法让爸爸出去 很可惜 苏红 我不会让这一天发生的 我向来是一个相信因果报应的人 苏婉婉 你现在信了吗 我曾经因为你 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我所真爱的一切 而如今 你也马上就要失去一切了 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过来吗 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所有人是怎么下的地狱 王碧君 苏红 很快就会轮到你们了 麻烦警察同志了 爸 警察同志 我求求你们了 不要跑爸带走 婉婉 松手 爸 我不放手 你不能背带走 婉婉 等你年底拿到影后 成为苏氏影业的新任董事长 你就能想办法让爸爸出去 很可惜 苏红 我不会让这一天发生的 我向来是一个相信因果报应的人 苏婉婉 你现在信了吗 我曾经因为你 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我所真爱的一切 而如今 你也马上就要失去一切了 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过来吗 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所有人是怎么下的地狱 王碧君 苏红 很快就会轮到你们了 等婉婉拿了影后 成为苏氏影业新的董事长 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啊 没有以后了 苏红先生 我是夏小姐的律师 很多年前 您通过恶性商业竞争 逼死了夏山 这是当时的录音 您还通过 做空夏氏集团的资金 数额巨大 还有潜规则女艺人 营养合同等等 恕罪并法 足够判处死刑 你和夏山什么关系 我是夏山的女儿 夏乱 怎么可能 夏乱已经死了 不可能啊 你当时想把我置于死地的时候 当然不会想到有今天 能见到我的时候了 你想把我置于死地吗 不是夏小姐要置于你死地 是法理难容啊 宋林 不 夏乱 你这样赶尽杀绝 你就不怕良心有亏吗 良心 苏红 我们之间谈良心 你不觉得可笑吗 宋林 我借命一条 你让我在监狱里老死 有什么不好 我的父母都没有老死的机会 你凭什么有 等万万拿了影后 成为苏氏影业新的董事长 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啊 没有以后了 苏红先生 我是夏小姐的律师 很多年前 您通过恶性商业竞争 彼此了下山 这是当时的录音 您还通过 做空夏氏集团的资金 数额巨大 还有潜规则女艺人 营养合同等等的 恕罪并法 足够判处死刑 你和夏山什么关系 我是夏山的女儿 夏乱 怎么可能 夏乱已经死了 不可能啊 你当时想把我置于死地的时候 当然不会想到有今天 能见到我的时候了 你想把我置于死地吗 不是夏小姐要置于你死地 是法理难容啊 宋林 不 夏乱 你这样赶尽杀绝 你就不怕良心有亏吗 良心 若红 我们之间谈良心 你不觉得可笑吗 宋林 我见命一条 你让我在监狱里老死 有什么不好 我的父母都没有老死的机会 你凭什么有 阿姨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 我已经让人送去疗养院了 我和宋林她接触过 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婉婉 你去跟她道个歉吧 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喂 你怎么了 我黄碧君 自尽了 婉婉 你别这样 我不会放过宋林的 事到如今你还没明白吗 是苏家错了 滚 秦志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混蛋 她找律师 想让苏红判处死刑 需要我教你怎么做吗 您和苏家还是有合作的呀 不重要 喂 韩金 我有话要和你说 地址我发给你了 爸 妈 我和韩金来看你们了 小神 诺诺 是的是你 韩金 之前苏家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我不敢和你相认 但是现在 一切都缠岸落定了 能不能让我替你 带上这枚戒指 好 爸 妈 你们放心 我这辈子 一定会照顾好暖暖 这辈子都不会松开她的手 这次又是跟谁打架 何事 带你去参药 夏短 没有谁能管神一辈子 你怎么知道不可以啊 我说放开 我自己会走 不放 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放开 就像以前说的那样 一辈子都不放开 那 我要是累了 想放开了怎么办 我这辈子 都不会放开你的手 一天 一个小时 一分钟 一秒钟都不行 我要无时无刻地陪着你 我要让你睁开眼睛 是我 闭上眼睛 还是我 苏玲老师 湘峰让您提名了最佳女主角 您有什么想对观众朋友们说的吗 您觉得您这次可以夺得影后吗 您怎么看待观众对您演技的认可呢 无论最后有面拿奖 都是大家对我的认可 谢谢大家 对这部电影的喜爱 妈妈可真好看呀 嗯 妈妈最好看 今天 苏弯弯也在 知道 我马上跟她同台领奖 虽然说 苏弯弯以前是我的朋友 但是 不得不说 今天 她不配跟你站在同一个台上 配 怎么不配啊 诸位好 我叫宋玲 若干年前 我还是一个极极无迷的小龙套 这个女主角就是你的 夏老师 我 我真的不行 先生 您涉嫌潜规则女演员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下面 让我们恭喜本届白蓝影后 宋玲 而今天 我要在这个台上 替我的父亲 真会属于她的荣光 祝贺你 谢谢 还有另外一位白蓝影后 也是深受大家欢迎的 当红花旦 苏弯弯 虽然说 苏弯弯以前是我的朋友 但是 不得不说 今天 她不配给你站在同一个台上 配 怎么不配啊 诸位好 我叫宋玲 若干年前 我还是一个极极无迷的小龙套 导演 刚刚效果怎么样 人生 对谁都很艰难 所以别回头 只要一直往前走 才会有转机的 就是这个领奖台上 我的父亲夏珊 身败名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这样你陪我一晚 这个女主角就是你的 夏老师 我 我真的不行 先生 您涉嫌潜规则女演员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下面 让我们恭喜本届白蓝影后 宋玲 而今天 我要在这个台上 替我的父亲 正会属于她的荣光 祝贺年 谢谢 还有另外一位白蓝影后 也是深受大家欢迎的 当红花旦 苏婉婉 八年前 本市最大的企业 夏市企业 突然宣布破产 不久之后 却被苏氏集团并购 而这背后的一切 全是苏洪的阴谋 苏洪利用美人计 让她的前妻 去勾引夏山 还污蔑夏山 制造阴阳合同 并且规则女艺人 而我 就是夏山的女儿 夏暖 所以宋小姐 您是影帝夏山的女儿 没错 你是夏暖 是啊 好久不见 苏婉婉 夏暖 居然是你 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难怪你对我家步步紧逼 你是为了报复我 是 我就是为了报复你 你有什么证据 说我父亲签规则 说不定是你为了给你父亲洗白 故意给我父亲破脏水 周周一直让你们去陪酒吗 嗯 苏氏演业 地址靠这份手段 老洛淡住手 你没想说到苏氏里面的女艺人吧 妈 一个比一个水灵 苏董事 会议董事 假的 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八年前 本市最大的企业 下市企业 突然宣布破产 不久之后 却被苏氏集团并购 而这背后的一切 全是苏洪的阴谋 苏洪利用美人计 让她的前妻 去勾引夏山 还污蔑夏山 制造阴阳合同 并且规则女帝人 而我 就是夏山的女儿 夏暖 所以宋小姐 您是影帝夏山的女儿 没错 你是夏暖 是啊 好久不见 苏婉婉 夏暖 居然是你 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难怪你对我家 步步紧逼 你是为了报复我 是 我就是为了报复我 你有什么证据 说我父亲签规则 说不定是你 为了给你父亲洗白 故意让我父亲泼汤水 周周一直让你们去陪酒吗 嗯 苏氏影业 地址靠这种手段 老洛赞助手 你没想说到苏氏影业的你艺人吧 妈 一个比一个水铃 苏董事 会做事 假的 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干什么搞得这么神秘 我想给你个惊喜 看不见东西 走路还挺别扭的 莉莉 你跟我说的 我一直都记得 你以后给我求婚 一定要白买满房间的茉莉 好 到时候 全部给你准备好 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要忘 所以 为什么是茉莉花呀 因为 茉莉的花语是 你是我的 所以顾寒金 你 是我的 苏莉 你是我的 我当时是开玩笑的 可是我一直都记得 我们都要结婚了 你现在才结婚 是不是有点晚了 自然顺序错了 但是该有的流程 一件都不能少 苏莉 我想给你一个婚礼 好 我想跟你一起 度过余生 所有的春夏秋冬 好 苏莉 我爱你 顾寒金 我也爱你 我爱你 无奈的时期 想出尊爱你的记忆 真希望与南下不停 与爱的秘密 能一直延续 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我爱你 对我爱你 对我爱你 我要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